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民國90年學測的範圍的問題 那我們之前其實在講波動的時候 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說下列哪些是偏正片的功用 音選兩項 A 檢驗光的速度 B 檢驗光的波長 C 檢驗光的頻率 D 產生偏正光 E 檢驗光的偏正方向 F 檢驗光的強弱 好 不過這一題就算你不會的話 你給他猜偏正片 也給他猜 D 產生偏正光 E 檢驗光的偏正方向 對不對 要是我不會 那我也給他什麼 我給他亂猜 也給他猜怎麼樣 猜D跟1 那我們前面其實有講到 一般的光線它是屬於熱光源 也就是電子從低能階被激發到高能階 在高能階不穩定 月前會低能階發光 可是問題是什麼時候會發光 不知道 在什麼地方發光 不知道 發出來是波峰還是波谷 也不知道 所以這種我們叫非偏正光 或叫非極化光 那如果電磁波它的震盪 只發生在某一個特定的平面 也就電廠它怎麼樣 震動跟磁場震動的方向固定 我們就要偏正光 很多小朋友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叫偏正 很簡單 電廠磁場有固定震動方向 我們就叫做偏正光 那沒有固定震動方向 我們就叫做非偏正光 好 那這偏正光最簡單的就是這種線偏正光 就是牽直偏正或者是水平偏正 牽直偏正或者是水平偏正 不過如果這個電廠X方向Y方向都有分量的話 它有可能會產生這所謂橢圓偏正跟圓偏正 不過我想這個對高中生來講就已經是怎麼樣 已經是有一點相當相當的複雜了 那我們講我們可以利用偏光鏡 偏光片偏光氣偏正片 看你怎麼去翻譯來檢驗或是產生偏正光 那偏光鏡就是利用特殊線型的分子 它可以吸收某一個方向的偏正光 輸出跟它怎麼樣 互相平行的這個線偏正光 好簡單說 來我們剛剛也有看過 比如說像這樣的偏正片 好你如果這樣子拿 如果你這樣子拿 好OK 兩個都是怎麼樣 兩個都是透明的 這兩個都是透明的對不對 好可是如果你把這個轉90度 就變黑的了 它就變黑的了 好你把這個轉90度 又變怎麼樣 又變透明的 好用透明的 所以你用這個偏正片呢 就可以用來產生怎麼樣 產生偏正光 或者是用它來檢驗怎麼樣 檢驗光的偏正方向 好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偏光鏡的作用 所以這個題目呢 如果你讀過這個所謂的偏光鏡 老師也實際給你操作過 我想你會比較容易理解說 偏偏正片的作用是什麼呢 好第一產生偏正光 一檢驗光的偏正方向 答案的確定就是這兩個